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邀请到了一些王牌的新老朋友 新老朋友 不会又有杨迪吧 杨迪快出来了 杨迪不管新老都算不上朋友 你好毒 他们是一支天宫探索小队 欢迎天宫队 我们欢迎 红雅 贾乃亮 慧祥 何顺民 白凯南 陈子 贾老板 欢迎 你好 我是地球上来的佟丽雅 大家好 我是地球来的白凯南 大家好 我是卫祥 大家好 我是卫祥 大家好 我是地球人何顺民 大家好 我是地球上来的 为数不多做过坚实的演员的贾乃亮 又拍过《空降临刃》 我也上过坚实 感觉上坚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五个人里面就有俩人上过坚实 鸭鸭你上过坚实 我还演过《飞行员》 我和我的祖国里面我演的那个《空军》 你看我们的这个天空队不光两人上过坚实 其他几位包括盛名什么 他从小的梦想就是要当一个航天员 所以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比较丰厚 对方真的有备而来的 然后很遗憾地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这个月球基地 只剩最后一艘航天飞船了 看谁能够早一点前往我们的美好星球 我们现在就听听两队今天的口号 好不好 好 最后一期了 我们换新口号了 临时发明的 来吧 预备 预备 我们的新口号是 我真的特别棒 特别棒 再来一个 我们的口号是 王牌家族 水浮浮浮 来 天空队今天的口号是 天空天空 样样精通 好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越认真越傻 其实这个是腾哥新电影《独行月球》当中的一个情节 《独孤月》也就是腾哥扮演的角色 因为开小差就被落在了月球上 开始了孤独的流浪 再给大家小小的来剧透一下下 其实腾哥真的没有大家听起来那么惨 因为他在月球上的私生活 24小时被直播到了地球上 所有人都能看到 然后腾哥就成了一个顶级网红 但是这样 我为什么痛苦呢 我以为地球被毁灭了 你知道 人类灭绝了 就剩你一个人的时候那种感受吗 能想象得到吗 不知道不知道 啥感到 我确实也没演出来 后来我知道地球有人了 那段表演 就有什么奖都得拿到手软的一段表演 我的妈呀 太精彩了 好期待啊 太精彩了 好期待 以前不都说韩藤亮 韩藤亮吗 这个电影就对一个人 抛标了 烦死你们 好期待